其实我自己个人是在2019年开始就关注 其实在疫情的同时 碳疫情就忽然间飘进了我们提醒字眼当中的第一行 全世界极端气候事实上已经悄悄然在发生中 这几年即便是因为疫情感觉好像稍微停缓了 整个碳排稍微减少了 可是在不同的角落当中 趁我们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通通砍掉了一大片的热带雨林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课题 它是复杂一题 而这个复杂一题应该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份子 即便是小小的台湾都无法幸免 那身为建筑业它其实有更重要的使命 因为在整个排范当中 事实上我们的建筑产业是被誉为最高的碳排的产业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课题 其实还有相当多的关注面是需要我们去深入观察的 像我们台中市 我们现在每年的碳排放量是三千多万吨的二氧化碳 我们的建筑的方面大概占了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的工业方面占百分之六十几 所以在这么一个高的一个能源呼和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去降低建筑的一个排放量 降低我们的能源生产的一个排放量 所以从各方面的我们都要去与时俱续地去做 不是只有喊口号 而是应该要当一开始的设计面 施工面就要去做 可能会比在制造过程 新建过程当中还要容易达到 所以我们所有的产业界 需要跟政府的一些政策一起来配合 才能达到我们2050的近年碳排的一个目标 本节目由风光AI窗赞助直播 一扇窗是家的世界 也是企业迎接永续未来的视野 风光AI窗不仅给家庭一扇幸福窗 也要陪伴台湾中小企业迈向永续世界